大家好,美国媒体的报道,中芯国际使用美国对华为禁令中,阿斯麦先进半导底设备,帮助华为生产了高性能芯片。 这引起了美国的警惕,阿斯麦指控前员工窃取技术数据。 在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获取芯片技术之际,该名员工跳槽爪耳替华为工作。 今晚中芯国际被报采用阿斯麦先进设备帮助华为,但彭博社强调没有迹象表明,阿斯麦的销售违反了出口限制。 报道称,市场上有人认为,美国对阿斯麦的出口限制可能来得太晚,无法阻止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进步。 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在讨论非公开信息时,阿斯麦极此外光,EUV先进设备与其他公司的工具结合,用来制造华为芯片。 周三的消息传出以后,阿姆斯丹阿斯麦的股价一度下跌了2.1%。 美国一直在与日本荷兰合作,阻止中国获取华为Mate60采用的7奈米先进半导体技术,以遏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并阻止中国获得军事力量。 尽管在这些广泛的现实中,华为在8月份仍然推出了具有5G功能的尖端处理器,新款智能手机。 随后,美国公司对该设备进行了拆解显示,其芯片是由中芯国际生产,这表明了其制造能力远远超出了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前进的范围。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中芯国际如何制造芯片以及华盛顿主导的控制措施有效性的质疑。 阿斯麦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垄断了先进的EUV光刻机,这是生产最尖端芯片所不可或缺的设备。 由于出口限制,阿斯麦始终无法向中国出售其EUV机器,但据行业分析师称,不太先进的DUV模型也可以通过陈基和卓克设备进行改造,以生产7奈米甚至更先进的芯片。 该工艺比使用EUV昂贵得多,因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很难扩大生产规模。 然而中国政府愿意承担很大一份芯片制造的成本,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合法储存极紫外光设备,尤其是在美国去年实施初步戳务管制,日本和荷兰也加入之后。 2022年夏天,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压力下,荷兰政府宣布计划禁止阿斯麦将其75%的最先进型号DUV光刻机运往中国。 阿斯麦目前仍然可以向中国出口这些产品,但从明年1月份起将禁止发货。 阿斯麦今年的中国业务大幅增长,因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在2024年出口管制全面生效之前,增加了订单。 中国占阿斯麦第三季销售额46%,上一季24%,即使3月份三个月为8%,拜登政府宣布新管制措施进一步将限制DUV光刻机的出口。 那这些规则呢,法规使用了一种称为最低限度规则的单方面权利来控制还有任何数量美国材料的特定外国制造光刻机销售。 阿斯麦的首席军官呢,上周报告投资者美国和荷兰的新措施将影响该公司在华销售额的15%。 他解释说,根据新规定,阿斯麦可以将不太先进的NXT-1980DI机器运往生产旧芯片的中国工厂,但它不能向生产尖端半导体工厂出售产品。 这一规定影响了阿斯麦向中国6家工厂发货,其中包括一家中芯国际工厂。 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影响了帮助华为生产7nm芯片的工厂。 荷兰的高级官员证实,美国已向荷兰政府通报10月17号收紧禁令措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举将进展顺利。 目前与多个荷兰政治家,包括执政联盟中,两党议员呼吁荷兰政府采取立场反对美国的措施。 阿斯麦的首席军官也反对这些措施,并警告,称他可能会鼓励中国开发竞争技术,你可以给他施加压力越大, 他们就越有能力,加倍努力。 一名被指控窃取技术数据的前阿斯麦的员工已跳槽到华为工作。 阿斯麦在今年2月透露,一名中国前员工窃取了其技术,但没有解释更多细节。 彭博社今天早学书报道,证明员工从阿斯麦用来储存机器技术信息的软件系统窃取了数据。 这位员工2022年突然从阿斯麦离职后,曾在华为工作过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此人是否仍为华为工作。 熟悉该公司调查的人士告诉彭博社,该员工居住在中国,被确定为一家中国政府资助的实体潜在联系, 代表该实体窃取数据。该实体此前曾与知识产权盗窃有关,但没有提供该组织本身的密码。 今天彭博社也报道,美国已无法阻止中芯国际和华为芯片进步,中芯未来能够进步到5nm。 根据半导体行业一位领军人物称,美国将无法阻止中芯国际,以及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在芯片技术上取得进步。 华为与中芯国际合作推出一款中国制造的手机处理器,令华盛顿震惊。 台积电的前副总裁林本坚,他说中芯国际和华为能用现有的缴旧的机器,生产更加精密的硅芯片。 中芯国际应该能用手上已有的阿斯麦设备,进步到下一代5nm技术。 林本坚在以业界率先倡导的浸润式微影技术而备受敬重。 他在周五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他说华为的Mate60新机内涵中芯国际生产的7nm处理器震惊了芯片业。 在中国引发庆祝,在美国引来指责。 称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努力已经失败,那么中芯国际运用阿斯麦亲人式微影机,帮华为生产7nm芯片。 长江储存,目前也正在生产一些先进的内存芯片。 拜登政府10月份加强出口管制,以堵上中国可能通过这些漏洞获得美国先进设备的漏洞。 这标志着影响对经济、政治平衡、至关重要的技术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林伟坚表示,这可能无法阻止中国的技术崛起。 除了试着达到5nm里程碑之外,中国可能会实验采用新材料或先进的封装技术,生产更强大的半导体。 美国不可能完全阻止中国改进其芯片技术。 林伟坚补充说,美国真正该做的是聚焦于维持其芯片设计领导地位,而非试图限制中国的进步。 在中国要举国提升芯片之际,此举是徒劳的,也伤害全球经济。 他们事实上,美国可能无意中给了中芯国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2020年华盛顿实施禁止台积电与华为开展业务。 台积电是苹果公司和英伟达公司的全球最先进芯片供应商。 正是在这时候,中芯国际承接了庞大的订单,协助经济制造相关。 过去节目也说过,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科技进步的时候,能够守住所谓的科技, 所有的专利,或者叫科技上的所有秘密,没有。 中国古代也没有,近现代也没有,都是所谓的专利,通过法律行事。 但现在实际上美国正式向中国宣战科技战。 中国未来因为法律的问题,中国必要遵守国际很多的准则。 但实际上现在是美国也已经和中国实际上已经撕破脸, 禁止向中国出售这些先进的技术,包括提供相关的设备。 那中国呢,没有义务在履行相关的对美国,美国这些企业,美国这些专利的保护。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这个美国实际上它现在对中国的很多制裁是建立在一厢情愿基础上, 认为中国会遵守所谓的美国制定这个所谓的世界的秩序。 就你美国要要认清楚一点啊,就所有美国人,看我觉得美国人认清楚一点。 你跟中国交往所在这个所有的前提是这个美国,他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没有崩坏。 但是中国不是那些啊,美国那些马仔国家,中国是可以影响世界秩序的。 也就是说美国在和中国交往的时候,要照顾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不然的话,中国是不会配合美国,维护这个世界秩序的。 最简单的例子,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好莱坞完蛋了。 好莱坞在全世界发行那些影片,刚上映第二天在俄罗斯可以免费。 还有那个美国微软,俄罗斯现在呢准备公开微软的相关代码。 有微软,未来它使用的微软系统,未来对俄罗斯人是免费的。 这就是大国和大国之间交往。 就你美国呢,用这个强盗逻辑啊,你认为中国还会遵守你这所谓的你这个世界秩序吗? 所谓的对你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所以我一直在说啊,这个美国现在呢,他政策这帮人啊,实际上呢,过于天真了啊。 总是觉得中国呢,既然和美国竞争,我美国有优势,那我们就可以释放这个优势,来打压中国,围堵中国。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秩序啊,首先也需要中国参与维护。 中国如果不参与维护你这个世界秩序,你这个世界秩序你觉得还存在吗?所谓的秩序吗? 那美国所有那些产业不都建立在美国所谓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之上吗? 一旦世界秩序不存在了,就像好莱坞,就像美国什么唱片业,这些东西在中国,你觉得它还能获利吗? 美国损失了更大。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就是所谓的美国现在说什么知识产权这种东西,这东西也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美国和中国一个平等的地位之上,把中国融入到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啊,现有的世界秩序。 而你美国现在做的是把中国赶出现有的这个世界秩序,不让中国发展。 那你觉得中国还会维护你这个世界秩序吗? 还会跟着你所谓的美国这个世界秩序一起,对吧? 来坚定的奉行所谓的美国啊,他的这些啊,知识产权利益吗? 保护你这些知识产权,奉行他美国现在在全世界推行的这个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能不可能啊,所以大家看懂啊,包括荷兰阿斯迈,欧盟。 你现在说中国偷了你的技术,那中国偷了你技术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在一个现有的国际准则啊,国际标准之下。 那你觉得是偷,你这个标准如果不认定为是偷啊,认定为是吧,开放。 重新认定了,整个世界秩序被颠覆了,世界秩序不再有你欧洲人,不再有你美国人制定了,那怎么办? 这就是我在,我想跟欧洲人,想跟美国人讲清楚的,就是现在美国制定政策这帮人啊,包括白宫这帮人,他现在就是既想跟中国竞争又什么,又不能放弃自己的一个把权,不能放弃自己的一个权利。 又拉拢中国,一方面的骗中国,拉着中国,另一方面的又狠劲的围堵中国,你看芯片也就是这样,一方面跟中国花大饼,咱们还一起维护世界秩序,你还得听我的,知识产权你还要保护,我们美国人是不是靠知识产权,挣了点钱,你还得给我。 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偷你的,窃取你的,然后呢,围堵你,不让你高科技发展。 那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怎么可能上当呢?怎么可能跟你一起去维护这种这么荒唐的世界秩序? 维护这个秩序,最后不维护的是你美国利益吗?那中国利益不受损失吗?怎么可能玩下去呢?这个游戏。 就任何一个逻辑思维清晰的人都知道这个游戏是玩不下去的。 别说偷不偷你这个技术,你说偷就是偷,那是按照你的逻辑。 对不对?那既然世界秩序已经崩坏了,世界秩序已经重塑了,你说偷那就偷吗? 那按照中国的逻辑,那要合理的分配。 对不对?所以现在实际上你看,世界现在整个的世界秩序正在崩坏,主要原因的就是美国现在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个世界秩序的控制权,要对中国进行。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就美国所谓的啊,他对中国这些技术封锁,只是延缓中国,不能不能封锁住中国。 因为美国他所谓的这个世界秩序是需要全世界这些国家来配合,秩序都没有了,怎么配合你呢? 大家听懂这个逻辑没有?再说一遍,美国所有对中国进行的制裁都要其他国家根据美国现有的世界秩序来配合,来维护美国的秩序。 但是所有国家如果不配合,不维护美国的秩序,你美国能拿世界怎么样呢?能拿俄罗斯怎么样?能拿中国怎么样? 这就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美国所谓的对中国的进行高科技芯片这些限制,根本不会成功的。 它只是延缓中国,中国最后还是会获得这些技术的。 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在你这个系统里面,维护你的所谓美国世界秩序。 你唯独我,我还要维护你的秩序,你觉得可能吗?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中国这个高科技最后是一定会突破的。 美国越围堵中国,中国突破的速度越快。 你不把中国拉进你这个所谓的美国这个秩序里面,那中国在秩序之外活动,反而突破的速度更快。 这就我一直在讲的,美国到现在,他这个所谓的美国白宫这些人,可能一直生活在向阳塔,他没有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脑子里满脑子都是什么,我美国世界第一,我美国的这个世界秩序,全世界国家都要什么?都要遵守。 这是幻觉,俄罗斯现在和中国都不遵守,你美国能把人家怎么样呢?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美国人对待中国,按照过去那个想法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高科技最后呢,实际上和美国高科技之间形成两种系统,或者叫形成两套体系。 这样才是未来整个芯片业,或者叫高科技产业,未来的一个生态。 美国现在就要准备好了,那你像荷兰,你像台积电,你像三星最后呢,就是被这些大国瓜分掉。 最后呢,这些小的国家,小的地区,它这些产业,最后被大国吃掉。 这就是未来发展。 所以你从这个高科技上面也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不可能成功。 那么中国的崛起,也就是历史的必然。